在公元1850年,也就是道光三十年征月,道光皇帝第四子,爱新觉罗一主即位,以赐年为咸丰元年。咸丰登基后,一心求治,于是对军机处领导班子做大手术。 他先罢出了物国之臣穆章啊,接着先后任命赛上啊,齐骏早为领班大臣。不过二人俱是守城之臣,难以应对内忧外患之危局。 迫不得已,咸丰打破组织,特命六帝公亲王一心入职军机。 公亲王一心果然出手不凡,很快急令局势为之一心。 然而看着老六干的风生水起,咸丰不禁心生猜嫌,害怕六帝做大城市。 一年半后,咸丰找个理由,撤掉老六一切职务,让其回上书房读书深造。 继之而起的文庆虽经验丰富,却很快去世,之后的领班大臣无论是彭运章还是百岁,皆谨小慎微之辈。 眼瞅着军机处一干人等很不给力,咸丰只得改贤一辙,转而以众宗室尽职正亲王端华和一亲王载缘。 可惜,咸丰又看走了眼,这两位也绝非既是安邦之才,欲是多无主见。 恰好端华是肃顺的同母兄弟,载元与肃顺也是铁哥们。 这两位亲王自知汉字水平有限,执政能力不够,而肃顺习汉文,又多知历史风俗利并,遂和见其才可大用。 于是,联合见肃顺入内庭供奉,由善迎合上旨,上烧与论天下事。 得到两位铁帽子亲王力挺,肃顺便扶摇直上,进入中枢。 三人商议正事,通常是端华之所为,皆肃顺使之,而载元又为端华所使,最终以肃顺为主谋。 而对于这位终极谋士,咸丰也逐渐对其信任久而易专,从而形成肃顺独被宠信,端华,载元二人听命而已的特殊情形。 除了获取皇帝信赖,肃顺还积极拉拢大员,掩揽人才,发展自身势力。 如他历见陈福恩出任兵部尚书,扶植杜汉为自己门声,安排匡源,交右营破格进入军基处,与穆英来往甚密。 同时,肃顺还多方吸纳汉族幕僚,他常说咱们齐人混蛋多,懂得什么。 汉人是得罪不得的,他那只笔厉害得很。 于是他对待汉人恭敬有加,但对齐人牙子暴力,如奴隶弱,甚至就连受贿,他也只收齐人不收汉人,搞得整个齐人圈怨声载道。 也正秉此原则,肃顺将王凯运,高新奎,郭松涛等名流罗志门下,据为一时之选。 到了咸丰九年,一个以肃顺为核心,包括端华、宰元、穆英、杜汉、陈福恩、高新奎等众臣名士在内的政治集团基本成型。 他们或为心腹,或为羽翼,盘根错节,遍布内外。 其次,肃顺又是位嗜血无情的酷吏。 初次面胜时,肃顺曾提出严禁令、重法纪、除奸鬼的九字治国方针,此乱世用重点的思路深得咸丰认可。 之后掌权,肃顺果然展开了一波声势浩大的打老虎运动。 不过于反腐背后,却掩盖着其打击政敌,排除一己的真实意图。 因为彼时的清廷中书,尚有一批立场相对保守且能量甚具的势力。 他们既反对肃顺以严刑郡法重振朝纲,也坚决抵制大规模重用汉陈。 其代表人物有百岁、齐骏枣、彭运章、翁心存、周祖培等。 依着肃顺刚猛地暴脾气,自然不愿与此辈多做周旋,便借两场打老虎行动,将诸位对手一一减除。 肃顺摆出的当头泡奶乌乌科场案。 咸丰八年十月初七,距离当年乡士接榜尚不足一个月。 玉使孟传金尚书,指出本次乡士存在严重舞弊问题。 比如齐人平陵,除了会唱两口好皮黄,一无所长,居然高中第七名。 事出蹊跷,奏请立案审查。 咸丰赶到其中定有猫腻,于是命载员、端华等会审此案。 随着调查深入,办案人员发现应讯办查意者竟有五十本之多,甚至有一试卷,鹅子至三百余,也能中榜。 咸丰文后震怒,将主考官百岁诸人革职。 与此同时,另一条线索也浮出水面。 原来同考官普安与新考仲主氏罗红义私下里交通关节。 于是,肃顺建议端华,载原二王顺藤摸瓜,传讯当事人罗红义。 读书人往往骨头软,一经审讯,罗红义便爆出大料。 为了能考仲,他曾向兵部侍郎李赫玲疏通关系,李赫玲转而求同考官普安关照。 普安又跟主考官百岁的门丁尽详打了招呼。 事成后,普安向主考官百岁送至净银十六两,李赫玲则向罗红义索要银五百两,其中三百两转交普安。 这显然是一宗腐败无案。 打苍蝇竟然意外牵连出了一只大老虎,这可乱坏了肃顺。 主考官百岁可是两朝重臣,在青史稿中称其肃持正,勤慎无救。 但他向来反感肃顺等人的施政方针,时常带头抵制。 如今抓到了百岁的把柄,肃顺自然要大作文章。 力请将之笔照交通嘱托,会买官捷利,你斩利绝。 这令咸丰着实为难,商议此案时,他询问个亲王大臣百岁有无屈意,是否有从轻发落之可能。 此刻肃顺于殿上高声力争,强调科举乃取是大点,关系致重,急以执法,已成积席。 百岁最不可诱,非正法不足以锦在位。 而在朝诸臣涉于肃顺之气势,竟莫无一言。 既然无可挽回,咸丰只得判处斩利绝。 百岁也成为清代唯一一位因科举舞弊被处死的中央领导。 宗官这耗时十个月的乌武科场案,共计惩处各级官员九十一人。 不仅处决了百岁这样的副国级干部,还波及各个部委甚至不少亲王宗室,确实收到功令未知一诉,数十年诸弊端竞绝的效果。 然而,宿顺在具体执法中存在明显不公,如他袒护陈福恩,使其免受案件牵连。 更让人不齿的是,两年后宿顺监视更深恩科,居然为了能让幕僚高薪奎重视,不惜考前泄题,实为磕甲中人所切齿。 可以说,宿顺打掉了一只老虎,却又养了其他老虎。 紧接着,宿顺再出重拳,彻查户部保钞案。 早在咸丰即位初年,因太平天国起义,户部库房匮乏,于是清廷决定由户部设立保钞处和官前总局发行大量钞票。 滥发官钞非但没有疏解财政,反倒致使通货膨胀,物价飞腾。 而官商乘机勾结,侵占挪用,聚收买底,从中谋取暴力,将避制改革失败的恶果转嫁于百姓头上。 当时五城内外兵民不下数百万户,各粮行台价居齐,小民每日所得钱文,竟不能攻一日之宝。 就在咸丰八年底,宿顺改任户部尚书,决心整顿财政基地。 无巧不成书的是,宿顺的前几任,分别是正敌齐俊枣,百岁,翁心存,这可给了他现成的弹药。 宿顺从调查五语官号账目入手,刨根究底,将户部整个掀了个底朝天。 最后查出涉案人员几百人,超莫户部私园,商户,挤满足宗室数十家。 就在案情渐区明朗之际,在咸丰九年十一月,户部搞酷突起大火。 三日不息,存案吸毁,雨泻进坟,统计延烧,拆卸房屋二百余间,致使户部积案无可击查。 偏偏在此关口,户部起了大火,这令咸丰坚信其中定有更大阴谋,遂命宿顺详查。 有了皇帝的力挺,宿顺办案愈发酷烈,定要揪出幕后的大老虎。 几经核查,耗时一年,宿佑将户部私园井门,崇贵,长鹿,钟林,王熙镇诸人利用短号钞换取长号钞,从而吞没巨款的案情查出。 经过反复逼供,钟林等供任此事曾经时任户部尚书的翁心存过目,但翁心存漫不经心,故毫无察觉。 拿到证据后,宿顺立即启动对翁心存之弹劾,终使朝廷对翁心存予以革职留任之处分。 而时任大学士的齐骏早,因对宿顺办案作风不能认同,二人屡次发生冲突,最后不得不称并辞职。 这场轰轰烈烈的户部保抄案前后延续长达两年多,波及至数百人,细域至两三载,南北两间,囚为之满。 最后的效果,的确也暂时压制了官场摊会宫行的风气。 宿顺以查案之变,借机排挤了齐骏早与翁心存,使个人势力继续膨胀。 不过,这种大肆反腐的举动,让官员们人人自危的同时,也迫使他们开始私下紧密抱团,以求自保。 难怪李慈民敢凯然吸碎磕场,金资楚库,履行大狱,亦非国家之福也。 宿顺得到了冷酷的权力,失去了温热的人心。 这波打老虎的运动,终究还是变了味道。 与宿顺风生水起的架势迥异,宫亲王一心的境遇只能用尴尬来形容。 其实,自从被咸丰撵回上书房后,宫亲王一心就一直处于十分尴尬之地。 待宿顺得事后,其处境愈加微妙。 在咸丰八年,奉旨赴天津与英法议和的大臣齐英擅自回京,引来皇帝震怒。 围绕如何处置齐英,朝堂形成两种不同意见。 宫亲王一心依寻大清律力,认定齐英不遵旨私自返京,却属冒昧糊涂。 但其并非统兵将帅,也无碍大局,况且律力中也无如何具体惩处的专门条文, 故建议从青发落为矫尖后,也就是死缓。 宿顺则主张必须矫枉过正,立即正法。 咸丰对二人建议做了折中,刺其应自尽,实际上便向采纳了宿顺的主意。 哥哥偏向宠臣而不听亲弟之言,这不免让一心心声芥蒂。 一波刚平,一波又起。 次年,宿顺在彻查户不保抄案中,发现宫亲王府首席太监孟来喜涉案颇深。 躺患做他人,八成会送一心一个顺水人情,从轻处理。 谁料宿顺毫不留情,照样查抄,弄得宫王府一时鸡犬不宁。 于是二人之矛盾已从政见相左恶化到私人恩怨。 只是迫于政治上失势,一心没有暂时隐忍,摆出一副歌派王爷的样子。 转机出现于公元1860年。 英法联军兵临城下,咸丰皇帝逃往热河,临行前将一和与维护经师诸事宜,全权委托一心负责。 公亲王不如使命,一和成功,拥有了在剑设计之勋。 加上其平时亲和公签之形象,一心很快就将留守北京的心腹桂梁,文祥,宝云,以及周祖培,翁心存,彭运章等不愿大臣捏合在一起,一股倒肃力量渐去成形。 当然,一个巴掌拍不响,倘若咸丰不死,依然力挺肃顺,估计要倒霉的人还是一心。 然而,命运所安排的剧本却是,咸丰皇帝于热河突然暴毙,死时年仅31岁。 而且,此时的慈禧与肃顺矛盾重重,这两个人之间的矛盾又是从何而来呢? 根据慈禧外记记载,慈禧早在16岁之时,就已经五经成诵,通满门,念四十一阶浏览。 如此聪慧,自然深得当时咸丰皇帝的宠爱,甚至命其协助整理奏章,代笔披揽。 不过物极必反,慈禧对政治的热情渐躯浓厚,不仅时于上前到正式,甚至屡有参与决策之意。 这令咸丰皇帝厌恶不已,渐渐对其疏远。 察觉到皇帝的态度变化,恐有失宠之余的慈禧,决定向政府红人速顺是好。 谁知,热脸贴了冷屁股,早对妃嫔甘政不满的肃顺,给予傲慢轻视的回绝。 而后不久,肃顺又在咸丰面前奏请将慈禧赐死。 后因咸丰酒后失言,泄露此事,稀后闻之,咸肃刻骨。 慈禧和肃顺,从此算是结下了深深的恩怨。 北走热河期间,肃顺负责行宫事宜。 由于仓促外逃,飞贫所乘坐驾皆临时从街上征用,故破旧简陋。 加之山道崎岖,一路上非常颠簸。 慈禧酒居深宫,养尊处优,肯定受不了这般罪。 于是多次请求肃顺换辆好车,然而却换来肃顺一顿呵斥。 危难中那笔成平时,且此间何处求新车,得救者以后性矣。 而何人,乃思架中宫上烟? 等到了热河,咸丰又令肃顺修筑行宫。 于是肃顺皆变官服,出入无尽,寝宫易住籍,贫欲伏毙,可谓明目张胆地破坏后宫规矩。 肃顺心中唯有咸丰皇帝,焉能将慈禧等人放在眼里。 但事情的发展就是如此,让人意想不到。 肃顺唯一的靠山咸丰皇帝,年仅31岁突然暴毙。 在公元1861年10月,顾命大臣肃顺在护送咸丰皇帝灵鹫回京时,突然被捕入狱,随后被斩首于蔡氏口。 杀肃顺的不是别人,正是后宫西太后慈禧。 这位平时娇柔的叶赫奈拉氏,居然也是一位狠角色。 后来,民国掌顾名家黄迅曾经感慨,灭门之祸,起于饮食之危,可谓叹息。 细数一下,仲臣、宗室、后宫、官吏、太监、世子、其人、商谷、肃顺几乎将三教九流都得罪了一遍。 可谓是,师道寡助,靠山一死,其死也致。 打掉了婉清最凶猛的一只大老虎,慈禧,一心自然要公开罪状,晒晒老虎皮。 清廷给肃顺定的罪名,实在耐人寻味。 善作御位,进内庭当差,出入自由,目无法计,善用宫内,御用器物,把持一切事物,宫内传取应用物件。 肃顺抗为不尽,并敢声称,有旨意不能遵,诸如此类,不一而足。 以上诸条,虽堪称大逆不道,但都属于个人违法乱纪,不守臣子本分一类。 可是其谋反作乱的情状,却隐而不谈。 想必书嫂明白若将肃顺定为政治犯,那么势必会牵连出宫廷权势斗争之内幕。 这会使自己的政治合法性也将受到质疑,因此选择避重就轻,会莫如深。 曾为肃顺门客的郭松涛,在其失败之前就预言,满憨而宽,由族养和平以为维系人心之本。 满憨以言,而必不可胜言以。 恰如私言,处理正事,既因施霹雳手段,又当显菩萨心肠。 刚柔并挤,联合多数,方可立于不败之地。 肃顺非要逆其道横之,攀上全力顶峰之计,亦是坠入万劫深渊之时。 昔日的打虎英雄,终究难逃被当成大老虎,被打的宿命。 这就是肃顺是悖论,同时也是全臣的下场。